台湾研究成果登上国际期刊Nature的最新封面 中芯大学与加拿大多国合作 首都发现恐龙胚胎化石的有机物质残留物 并第一次得以追踪恐龙蛋胚胎的发育过程 探寻1亿9千多万年前的秘密 比汽车还要庞大的恐龙 曾经生活在几亿年前的地球上 但是年代太过遥远 恐龙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 一直难以完整被人类认识 但台湾研究团队与国际学者专家合作 成功追踪恐龙蛋胚胎的发育过程 成果公布后立即受到世界关注 我们台湾五个学者 熔灯 Nature 而且是封面 这台湾历史上大概没有 我们有设计在猪蚁胎化学研究 我认为未来的工作必须要比较 因为我们有设计在猪蚁胎研究研究团队 把罕见的恐龙胚胎腿骨化石切片研究 第一次证明恐龙就像现在的鸟类一样 会在蛋里面动来动去 而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从8到9公分的恐龙蛋 孵化成为比非洲象还要大20倍的成年恐龙 成长速度比现在的哺乳类和鸟类还要快 我们还可以发表很多篇 Nature 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我们发现了很多以前不敢想象的 比方说两亿年前的石头化石还有有机物质存在 这个就是别人没有做到 而且我们做到的 更难得的是 台湾团队通过精密的红外线光谱噪影系统 在恐龙胚胎骨里面 发现了1.95亿年前的有机物质 专家认为这很可能是古老的胶原蛋白纤维 国外恐龙专家肯定台湾研究团队 跳脱传统框架思考 采取得这次关键性突破 黄大一教授也表示 台湾有能力继续做出国际级的研究成果 让人类更进一步追踪 恐龙的发育和成长过程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辉姚吾伯宣 台湾台北报导